接下來我們可以開啟Flash 開啟Flash之後可以選擇ActionScript 3.0的模式 這個是舊版本 3.0跟2.0的版本差異非常大 可以算是整個大改 所以我們現在來講的是最新的一個軟體版本 點選到它之後你可以開啟Flash的整體介面 中間這個是舞台 這個是我們的時間軸 這個非常重要 桌面上有一個剛剛講的接坨 可以選擇檔案下面 選擇匯入 匯入呢 可以匯入到元件庫裡面 所以這邊有一個匯入字元件庫 點選到它之後呢 可以選到桌面上 把剛剛這個接坨的JPG 把它開啟 載入進來 載入進來我們剛才講的是匯入到元件庫 所以畫面上是沒有的喔 元件庫這邊呢 就有一張接坨的一個JPG 那這個是母劍 就是媽媽的一個意思 母劍呢 可以在這邊 然後它可以生出很多小孩 比方說我們現在拉出一張 這張照片呢 是非常大張的對不對 你可以拉出一張 然後呢 你可以不斷的拉進來 你可以生好幾個 比方說我現在生了三個小孩 那這個檔案呢 因為一張照片呢 蠻大的 那你這樣 拉了三張進來之後呢 其實它都吃同樣一張照片的一個大小 這個就是元件庫的一個好處 它可以變成是母劍 可以生無限個小孩 但是呢 檔案大小只吃一個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念 那我們現在把它拉進來之後呢 這是我們的舞台 舞台呢 我們看一下屬性這邊 它現在呢 是550乘上400寬跟高的一個效果 所以說呢 我們看到現在我們的照片呢 現在有多大呢 它現在有5955 然後呢 跟1000多像素 那這個明顯呢 大很多對不對 那我們等一下呢 就是依照這個舞台 當作中心點 來去做這樣運用 但是呢 我們要特別注意到 Anthus Cripper呢 針對點證圖 是無法呼叫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它變成元件 在我們的Flash裡面呢 元件呢 分成三種 影片片段 按鈕跟我們的一個文字 所以要怎麼把它轉換呢 很簡單 我們選到元件庫之後呢 再把它拉進去 好 這個時候呢 它就要你轉換成元件了 好 或者是說呢 我們也可以點選到它之後呢 在這邊選擇修改 可以選擇轉換成元件 同樣會交出這個對話框 那下面這邊呢 就有這個剛剛講的 影片片段跟那個按鈕 還有圖像 那這個地方 你要特別注意到 我們一定要把它變成什麼樣 一個影片片段 然後影片片段才能夠被 程式碼給呼叫 圖像是不行的喔 所以說影片片段跟按鈕 你就可以選擇 但是因為這個並不是一個按鈕 所以我們就選擇影片片段 不要忘記了 我們註冊點要選擇正中間 九宮格的正中間 還記得嗎 我們剛才滑鼠呢 在中間的時候它是不動的 開始移動 離開中心點的時候 它才開始呢 畫面會有動作 所以這跟這個註冊點啊 有絕對的關係 好 那完成之後呢 這邊呢就可以 比方說我們這個原件 一樣喔 這邊這邊都是本名 在原件庫裡面叫本名 那或是媽媽 所以它都可以打繁體中文 好比方說我們把這個背景 儲存上去 這個就是一個影片片段的一個圖示 那這個就是屬於一般的點證圖 好 那這個大小呢 因為不是很好計算 為什麼呢 因為它現在都是0碼 0碼的數字 所以待會呢 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把它寬高呢 鎖在一起 鎖在一起之後 我們可以針對呢 比方說高度好了 我們統一把它變800 變成800之後呢 這個馬上整張照片啊 就會一起等比縮放 這邊就會有一個鎖嘛 對不對 那我們希望把這個 這個實字呢 就是我們的註冊點 希望它能夠對齊在整個舞台正中心 好 所以我們點選這張照片之後呢 可以選擇對齊 這個地方要打勾 好 與我們的舞台 就是我們的Stage 舞台能夠一起做對齊的動作 好 水平跟垂直啊 都把它按一下 這個是水平的中心 跟垂直的中心 好 那這樣它就上去了 好 那上去之後呢 它這個是已經完全完成了一個尺寸上的一個變更 那不要忘記 剛剛講的是本名 這叫異名 好 所以說呢 假設啊 這個是背景對不對 它可以一樣可以拉出好幾個 我們可以講個例子好了 好 這個是本名嘛 這是演藝人員的名稱 好 假設啊 他叫周杰倫 好 他同時呢 可以演頭文字滴 對不對 也可以演清風俠 當然他也可以出唱片 甚至他還可以主持對不對 你如果繼續拉的話 他就有不同的一個角色 但是如果說收薪水是誰 通通是不是都還是給他本人 好 給周杰倫本人 並不是給清風俠對不對 也不是給那個出唱片的那個人 好 所以說這個部分呢 它就是一個本名跟藝名的關係 因為他在舞台上去表演 所以我用藝名來去做形容 好 那這是原件庫裡面 他是本人嘛 都是他本人 這三個不同的角色 他有不同的位置 但是呢 都是指向同一個人物嘛 好 所以他有這樣的部分 所以呢 為什麼要有藝名呢 就是程式嘛 比方說這邊有三個 他都是周杰倫啊 那待會我要叫哪一個呢 所以你應該要給他名稱 比方說他叫清風俠 對不對 他叫Mr.J 這是叫頭文之笛 那你有了這樣三個名稱 你再去呼叫 用程式嘛來呼叫的時候 程式嘛就會知道說 我是到底要找哪一個 去做這樣處理 所以呢 這個藝名就叫實體名稱 好 那所以說我們可以把這個刪掉 點選到這一個剛剛 對齊與分佈好的這張照片 我們可以針對他來做實體命名 好 假設他是一個background 對不對 我們就打BK 好 那BK打完之後呢 特別注意到齁 影片片段他有一個副檔名 齁 這三個都有副檔名齁 影片片段呢 是MC Vulvie Clip 所以簡稱叫MC 然後呢 按鈕是Button 所以簡稱叫BTN 齁 然後另外圖像 他是沒有辦法被那個命名的齁 所以說這個就不需要齁 那我們點選到他之後呢 正確的命名方式你要加個底線 然後呢 MC把它打上去 這才是一個標準的實體名稱的一個命名 在這邊呢 我們把它整理出成一個這樣標格 所以影片片段呢 要記得齁 所有的一個實體命名的前面這邊要加上一個底線 所以這個按鈕是BTN 文字呢是TXT 好 當我們做好這些準備工作之後 把實體命名呢 命名上去了 那該轉換的元件呢 都轉換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到視窗下面呢 或按F9 可以叫出我們的動作 那動作呢 就Action Action的程式語言叫Action Script 所以說呢 目前我們選的是3.0 不要選擇其他版本喔 那選好3.0之後呢 這邊有它很多的一個套件 非常多 所以呢 每一個套件的都有它的方法 事件跟屬性 這些待會我們都可以去做運用 那這邊呢 就可以去進行我們的一個程式碼的一個輸入一個方式 那今天呢 跟同學介紹幾個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叫事件真聽 首先是事件真聽 事件真聽的部分呢 它的主要結構把它擬人化了 比方說呢 我們事件真聽就是一個事件任務 然後呢 比方說我們有一個加強對象 今天 假設各位同學是一個7-11的老闆 好了 那你今天呢 應徵了小明進來 那小明呢就是你的員工 你不可能說完全不叫他做任何事情 就把他放在櫃檯對不對 你一定要 比方說最起碼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叮咚 你們想的時候 小明必須要做一些事情 這樣的話才能夠有教育嘛 對不對 所以程式碼呢 就是撰寫的人員 你就是老闆 那程式碼呢 就是員工 你可以去制定這些元件 這些元件都聽令於你 小明的 事件任務 這個的呢是什麼意思 是一個點 AsianSquip它是一個點語法 那點呢 它有兩個意義 第一個叫的 第二個叫被 所以我把它那個點有沒有 稍微縮小一點點 跟你去做這樣的運用 我們看下一張 這個就是點 有沒有 這邊有個點有沒有 所以說呢 點語法有兩個意思 點叫做的跟被 就是對應在這個位置 小明的事件的任務 事件真聽 就在這邊 add event lesson add就是有個添加的意思 事件的一個真聽 對不對 那你也可以選擇revole 就移除掉這個事件真聽 那我們因為我們現在要增加 所以是利用這個add 這個一個智慧 所以這個是一個專有名詞 這個要總 這個同學一定要把它背起來 那好了之後呢 我們看一下這邊 它任務是什麼呢 就是一定會有一個觸發事件 對不對 接下來就是小瓜裡面呢 就要放一個觸發事件 比方說門鈴啊 已經被感應了 有沒有進來 進門口對不對 它會叮咚一聲 所以呢 門鈴呢 它是一個類別嘛 它可以選擇會想或不想 對不對 有沒有人經過 所以它是有可能會發生不同的事件 但是它隸屬都是在門鈴這個事件裡面 所以說呢 我們再看一下 接下來呢 因為我們等一下滑鼠 一打開之後呢 它就會跟我們畫面有所感應 那這個畫面整個就是一個Stage Stage就是我們的小名 就是我們的舞台 那所以說呢 它並沒有去做任何的一個滑鼠 也沒按喔 滑鼠也沒拖曳喔 它只是移動而已 所以它會跟著這樣整個 依照整個影格的速率去做這樣一個動作 有沒有 我怎麼移 而且我移越遠它越快 慢慢移它就慢慢的有沒有 突然間變長它就變快 所以它是依照影格的速率 那影格的速率它隸屬在其他事件裡面 所以其他事件就是Event 那EnterEvent 這個就是依照影格速率 去做進行畫面上的一個動畫 或是互動的一個效果 所以呢 這邊就對應這邊 類別 類別 它的一個操作模式 操作模式方法 對不對 就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去做對應 後面這個部分就是自訂函數 所謂自訂函數 像我用這個方式來打招呼 你可能要喊歡迎光臨 所以這個地方是自己決定的 叫做自訂函數 你可以自己命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是你可以自己去設定的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 這邊有分了兩個顏色 有藍色跟黑色 所謂的為什麼會分兩個顏色 是藍色代表它預設值 預設它本身就已經有被設定 被定義的一個函數 那黑色就是自己自訂的 在Action Script裡面 是沒有這樣的一個類別 或是沒有這樣的函數 所以你必須要自己去命名 或自己自訂一個 所以說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講說是 比方說你要打招呼 所以我們這邊叫 我們自己也是自己命名 所以它是黑色 對不對 那go bk的話 就是說我的背景要流動 簡單的 我們就是大概自己看得懂 但是最好是有個含義的 不要打abc或是123 那個是沒有意義的 你這樣大概自己看得懂 將來你要做一個維護啊 或是說要做修改的時候 那這樣的話你會比較好容易去做搜尋 好那這個地方注意喔 這個地方是你自訂的函數 比方說你要叫它要打招呼 可是要打什麼招呼 對不對 是要喊歡迎光臨 或是說剛才講說你有打折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部分呢 就是你要執行的程式內容 所以說我們要去定義它 好那定義在這個Action Script裡面呢 就是用Function這個字會 好來定義這個自訂函數有沒有 這邊寫打招呼 這邊也是打招呼 這邊是go bk 這邊也是go bk 好所以說你用這個方式呢 去做對應 我相信很容易理解 那這個地方呢 是自訂的一個變數 自訂變數的話呢 其實你任何一個名稱都可以 abc也可以啊 event 或是說呢 e 或是大寫的event 都可以 但是原則上 我們系統預設的話呢 Flash的Action Script的話 通常是四種 比方說像這個event 有大寫的或小寫的 或是me 或是只有e 這四種 通常是這四種 因為大家如果 這是一個習慣 程式語言的撰寫人員 大家有一個不成為的 一個潛規則 或是一個默契 將來你要找這些 自訂變數的話會比較方便 那自訂變數為什麼要有這個東西呢 主要是跟target有關 將來我們還會再跟同學 介紹一下target跟目標 那目標就是需要由這個變數呢 當作自訂變數來當作起頭 或是引力 好這個我們將來會再跟同學說明 那接下來後面這個就是事件類別 剛剛你這事件類別是當門鈴嘛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要寫當門鈴 所以說這個地方事件類別的話 這邊是event 就跟著寫event就好了 再來這邊是需不需要回傳 這個值是不是需要被回傳 這是很簡單的一個功能 也就是我去它就反應 那沒有去它就不反應 所以它是不需要回傳的 那不需要回傳的話 在action script裡面呢 我們就加上void 這樣的話呢 它這個程式呢 就會更快速的去判讀 才不會需要做一些 額外不相干的一些指令 那這個大瓜裡面呢 就是執行程式的內容 比方說你這個打招呼 就是歡迎光臨 再用這個方式來去做這樣的理解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